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飞匠为您带来的 小号那个风云在极加强版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EP的阿宇 vs RP小小 来看双方精彩对决 这场比赛双方一逐两万手滑大门对KDASH 哇 这阿宇这开局很凶啊 但是小小也不甘示弱 小小逆向过顶点底半 呦 班机连续骚扰 哇 感觉这局 对吧 节锁非常快啊 嗯 班机打乱动超杀确认 没有问题 板边 小小CD压制厚厚厚 想预探EP的能量闪身 但是EP没动 这时候罗AB来一波第一级的落 但是带步走啊 呦 前充下中腿的压制啊 但是小小指着后大跳拉开 距离好的大声龙对侧EP里头 哦呦 这一手大门的里头 实际上是很不好防的啊 但是小小就直接大声龙 跟你赌命 也是很敢操作啊 眼跳进攻 小跳C 小跳C 小跳重腿 哇 这KD 啊 什么情况 下比赛A 扳机 呦 但是没有扶空啊 罗AB还是被揍 小小这种KD是杀疯了 呦 小跳CD 但是克拉克的血量还是很高啊 想翻盘还是需要一套BC 呦 大声龙 飘量起身怎么则 也是没敢精神博弈 小跳CD还是收掉 来看下一回合 来吧 看一下小小这边能否稳住啊 雷蒙 独眼龙 也有管他叫赵四的 管他叫赵四的那个 你出来啊 我给你一个大奖励是吧 大红花啊 太形象了 这叫跳C逆向错身位 中断带走 来看一下一回合 阿宇这边的猴子 啊 可爱捏 想养一只 呦 前大跳CD想抢空 这下下行脚 对此RP前跳落点 但是没有接超杀 而是选择前走地头 再二则 阿宇这边野心很大啊 想一套带他走 还好小小这边防守做的不错 跳CD想空高打低 前走地头不能拆 蹲姿无法拆 补动头 好的 飞翔脚对此RP的超杀 这下CD反击要还血 来看下一回合 对吧 阿宇特别细节 对吧 跳中卷以后 让对手以为自己要连跳进攻 结果第二次起跳是空中飞翔脚 延迟落地 正好躲开了RP的指令头 全是套路啊 倒C逆向 但是连段失误 挺刺 哇 这波没了 下C大旋风 哇 但是这边还想秀 小小你在干什么 这就不稳了 连跳进攻 RP只能起跳卖血 哦呦 轻攻击点完以后连续高跳 RP直接高跳想跟你相杀 那与只能暂避锋芒 毕竟自己的血量太少了 也拼不起 以丝鞋 能量闪生前充 漂亮 下轻跳队 RP落点 下C过来 MAX凤凰 斩带不走 但是有一个希望 以丝鞋 站中队 强开BC 高跳C 哇 漂亮 这手低头 这个追AB绝了呀 阿宇 又是那波 对吧 小小完全可以下重拳 直接接大旋风的 但是小小浪了 呃 直接没了啊 这边 来吧 温尼莎对大门 跳CD跟上 呦 能量闪生顺势血返 3C下一 MAX地狱极乐落 走 啊 起飞 这套好痛 阿宇 这位温尼莎 跳CD跟上 呦 原地实施高跳 哇 这个位置坏了 这个温尔5C 肯定要被削反啊 来波Bug战 不可防御 下地相杀一波 对侧一批的下星角 后先拳摆拳 跳CD跟上 中段则中 好的 呦呦 哇 这一下阿宇 有点帅啊 前前想追AB 但是 刹车杀得太早了 这手后先拳 反而被二批 下星拳对侧到逆向啊 说白了就是 讲秀啊 但是 怎么说拉胯了 隐藏有没有 好的风铃火山 大哥大嫂过年好 一脚 漂亮 来看下一回合 阿宇这边 还是没顶住啊 看一下阿宇这边 猴子登场 但这个猴子的话 怎么讲 再跳要被3C好 小小轻角逆向 哇 这下刚好过顶 Max地狱极乐乐 要穿3吗 小小 呦 还敢飞翔小 不怕3C吗 好 下回门血反 哇 可以的 阿宇秀起来了 阿宇这个猴子 确实很有感觉啊 来看一下 小小这边的不知火 呦 飞翔小 有力回针 点青拳 再点 哇 但是前跳 直接被C头了 不知火这边的血量优势 还是实打实的啊 这猴子好 跳C逆向 带走 伤害应该是够的 哇 刚刚好啊 来看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不会又被翻盘了吧 这一局希望小小的猴子 不要再浪了啊 上一次真的是浪输的呀 本来都赢了的 对吧 不要去木鸭 不应该啊 顶次相杀 飞翔角 哦呦 这手前大影跳CD 反而被顶 哦呦 好 这手前前延迟 地头无法拆 哇 超杀直接螺式 确反 可以的 战地 战A 开始BC 比分持平 再点争夺战啊 小小这边 这个猴子呢 怎么想 感觉 内战的话 还是比较偏防守型的啊 阿宇就是比较凶的了 是吧 各有各的好吧 只能讲 等一下玛丽对马克西马好的下必两点 Max玛丽爆裂摇摆 爱的抱抱 哎呀 没有毛病 阿宇这边 马克西马只剩不到半血 逆向没了 再抱抱啊 漂亮 来看阿宇这边 而发出场的角色 布莱斯 小蛇 克里斯 哟 驾烧对空 这手先带一跳 CD直接遭的撞 跳兵逆向强行进板 则中断 但是这手6A后续连段没练上 没关系 又是一个驾烧 找到节奏 跳A强转 顺势带走 小弟弟 让姐姐教教你 直接收掉 来看阿宇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又是这个小猴子啊 这局要反三了哟 要反三个满血 嗯 来吧 跳C抢狂 哦呦 2P能量 闪射后跳重拳 对侧一批顶次 跳重拳抢狂 连跳进攻 想对侧一批后一臂 但是一批后一臂 倒是出了啊 只不过输得比较晚 呦 在顶次 猴子不知不觉 半血已过 小小再一套BC 好连跳进攻 跑不了再连跳 喂好 这个飞翔小 但是2P没有开BC 架烧对空 这是第几个了 第四个了吧 好家伙 小小穿三 这玛丽的架烧 用得这么鲜熟吗 这合理吗 这 太恐怖了呀 一分一比二 来看这局怎么想 哦 新加帆 前大家动作一套BC 确认2P的班级 哇 这套超透 起身下地 还是6B 下地 这个位置也是比较稳 毕竟对手只剩一丝血了啊 对手跳地又破掉 来看下一回合 来吧 看一下小小这边的克里斯 有 跳地错身位 下比赛还滑闪 开BC连跳进攻 哇 这手金加帆 高跳CD出康 来CD翻空 还LCD 可以的 双方都是下意识的啊 估计阿鱼也不是故意要CD的 好跳一错身为逆项 带走 好的 收掉没有任何问题 呦 啊 OK 但是有惊无险 小小这手前大跳CD 很明显是想抢空的 那落地 肯定要被缺反 来吧 看一下小小这边的猴子 这局小小要反三了啊 小C抢空 升龙对抢 起身抢转 没有 哦呦 带走了 还你一个穿三 还剩一丝血 哦呦 怎么讲 小小刚才连战C都出来了啊 灵儿的猴子的战C 基本就是废招啊 没什么用 来看一下双方 最后一分的争夺 来吧 蓝发妖姬 虾儿美 蓝色妖姬 哎 我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名字啊 蓝色妖姬 啊 可以 呦 好的 能量展身顺势 却反 这下有力回升 战CD打乱动 没有问题 后跳中腿推侧前跳 区区指做一做 但是新加班的人物强度摆在这里 你还是跑不开 升龙收掉 来看一下一回合 对吧 你这种冷门角色 对战主流角色 顶多是占占便宜 你要想一直去占便宜 不太现实 对吧 好 战DBC 来 走 这局小小选择 反其狼 反其狼手底 猴子战中 这个阵容我是比较认可的 对吧 猴子成上喜下嘛 既可以扩大优势 又可以及时止损 海峡雨 这边也是夏尔美 是绿色的啊 大草原 呦 这手卡针指令头 你动就死 不动 还有免头时间 对吧 呦 好 小跳还想骗 被阙反 第一套好痛带走了吗 一丝血 呦 怎么讲 好撩小对空 有说法起身强短有吗 没有 呦 这手小跳CD落地 战CD打乱动 再战CD 哇 这是什么套路啊 你说小跳CD 天下盘我现在多了啊 这种小跳CD 落地战CD的 第四线啊 因为你百分之一万 要被缺反的 但是小小就是没动 好的 下期单点确认 待走 来看下一回合 不知火 对板击梁 呦 波动对空 下重嘴 想开BC 飞鼠之舞 可以的 不愧是不足火流忍住的继承人 这飞的就是非常飘逸啊 又比中断 超杀直接裸 你在干什么 但是二匹血量不够秀隐藏 小小你又在干什么 霸王想吼全胜一丝血 呦 下重嘴相杀一波 好跳C带入 下笔两点 天地霸王拳 咱们跟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小小帅